各位帅小伙好啊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期视频 讲了讲中国国产工业软件的现状 和国外发达国家有多大差距 以及这个行业有过怎样一段历史 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同时以我粗浅的理解 讲了讲工业软件有多难 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 说中国的互联网这么强 能做微信能做淘宝 这么多发量和能力成反比的程序员 再加上匹诺多那些优秀的产品经理 那肯定也可以轻松做出来 咱们中国自己的卡提亚 自己的安西斯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视频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冷门的 大部分人肯定对这玩意不感兴趣 所以发出去之后 我也没抱多大希望 它能有多少播放量 但是最终这个还是让我很意外的 现在这个视频在国内外几个平台播放量都有30万了 看来看我视频的苦逼功课生还是很多 祝你们没有颈椎病 头发永远茂盛 对了 这个视频不知道你看了没 没看得赶紧去前面翻一下 找来看看 这都是和村头大爷聊天吹牛逼的好素材 在这插一嘴 视频最后我不是说了吗 就是国内谁家的工业软件 如果做的还不赖 可以发给我学习学习 如果东西做的确实好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你别说还真有几个人给我发了 大部分都是国内高效的课题组做的 说实话比较简陋 这也跟我的认知差不多 好多研究生课题组都有自己写的计算软件 规模也是有大有小 用的算法也很专业 拿来做一个正向或者横向课题是够用的 但是普遍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不好看 普遍不重视界面设计 好用但不好看 这就导致懂行的人熟悉的人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但是不懂行的人一眼看过去就给人劝退了 界面不好看 其实还是因为没在这方面花钱花精力 或者说也没必要在这方面花精力 因为做软件的时候 我就没打算把它当做一个商品去做 咱搞出来自己用的 我导致那么好看干嘛呢 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软件它普遍都很专用 不通用 这也是很明显的高校课题组风格 因为开发这个软件肯定是和这个老师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 而教授的研究方向普遍都很专很深 要不然像我这样啥都想懂一点 博士毕业都够呛 你看一下ANSAS这个巨无霸 无论你是流体还是传热还是强度还是电磁 人家都能干 虽然这个平台也有很明显的拼凑痕迹 但是从商业化的角度考虑啊 这么做确实很容易占领市场 在我收到的这几个软件里面 有一个我觉得做的确实漂亮 下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不是正经机械大类的功课生 现在你就可以先撤退了 不然你只定睡着啊 拿来和大爷吹牛逼也不好使 大爷的听不懂啊 这个软件学名叫AICFD 名字挺洋气啊 智能热流体仿真软件 首先科普一下 咱们做有限源仿真 笼共分几步 第一步 前处理 把几何模型该删的删 该简化的简化 然后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把模型给离散化 说通俗点 就是画网格 哎呀 说到画网格 这简直是每一个 做有限源分析的人的噩梦啊 几乎是个纯体力劳动 我依然清晰的记得 2016年我研究生入学时啊 干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电子散热 散热器结构很复杂 我画网格画的呀 经常整到后半夜 甚至做梦梦见的都是网格 说是噩梦 一点都不夸张 前处理之后 也就是网格模型生成之后 就是正儿八经的计算了 你设置好编辑条件和计算条件 就让它算呗 算个十天半个月的都很正常 但是这都是机器在干活 人并不累啊 计算完成 也就是收敛之后 就是后处理了 后处理的一个大用处 就是把你算出来的结果 密密麻麻的数字 变成漂亮的图像 这玩意儿你拿去做汇报 咔咔咔排出三张云图 分别是速度场 温度场和流场 这比拿出来几个数字漂亮多了 能唬住很多人 领导也会觉得你这工作很饱满 好 基础知识介绍完了 咱下面看看这个ASFD到底怎么样 首先看这个界面 你觉得怎么样 说实话 我觉得比Anses的Fluent 看着清爽不少 在一个界面里面 导入几何前处理 仿真计算后处理 从左到右流水线一条龙 界面设计的简洁漂亮有个好处 尤其是在国内这个环境下 因为从我接触的情况看 咱们的专业化分工 做的确实不咋地 看视频不知道你那什么情况 也欢迎说一下你的感受 是不是做到了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 专业化分工做的差 意味着设计人员负责某个产品 那真是全方位负责呀 从成本计算到画图到仿真 到生产供应到试验 再到售后维护都得管 这么做的好处 那就是省钱节省人力 因为不需要安排那么多岗位了 但是坏处也是显而易见 因为谁都不是神仙 谁都不可能既精通画图 又精通仿真 还精通加工 最终的结果不光累 还干不好 很可能是啥都干 啥都干不好 而且同一个产品不同的决策负责 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效果 不然我自己设计的产品 你让我自己去做试验 来验证它是不是合格 这流程它有bug呀 没办法 咱就是这个传统 多少年都这么干了 扯远了 讲这一点就是为了说 有很多人 他就只擅长画图 不擅长仿真 但是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上 然后很不情愿的打开仿真软件 如果界面设计的密密麻麻 你看着屏幕 不自觉的就想起三个问题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直接蒙了 界面设计不讲究 专业做仿真的人 可能觉得挺好 信息含量大呀 但是非专业的不行 直接给人吓跑了 换句话说 ASFD这种设计 就很符合我们的国情 对广大的无奈去做仿真的设计人员来说 很友好 说完外表 下面再说一下内在 这个软件主打的特色是AI 也就是智能 智能这个词尤其体现在计算这一步 说是采用了智能加速算法 比如你算一个工况 算了好久 终于收敛了 你搞到了结果 但是你想换个工况 也就是换一下编辑条件 重新算 如果是Fluent 无论你是从头开始算 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算 是不是都要算好久 很费时间 但是ASFD的智能加速算法就能让这个过程快很多 它能参考前面计算的结果 预测下一个结果 速度就快很多了 当然这些是怎么实现的 我就不知道了 另外常用的CFD类型 它也都能算 像传热燃烧噪声辐射以及复杂的多项流 都可以 说实话 这个软件你要说它覆盖的广度 还比不了ANSAS 但是目前这种通用程度 还是很出货的意料的 最后 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软件的算的准吗 做的再好看 算的再快 算不准 那不都是白搭吗 这个问题问的很关键 其实要验证一个仿真软件算的准不准 最靠谱的肯定是做实验 比较一下计算结果和实验结果 是不是一样 但是做实验太贵了 费力费钱费时间 你做太多了 老板他不骂娘吗 不做实验的情况下 那怎么看我算的准不准呢 有个办法 你可以拿它的计算结果和业界公认的仿真软件 它的结果对比一下 如果两边算的结果差不多 那也没问题 这个思路 如果大家经常读论文 尤其是那种比较水的论文 就能发现好多人这么干 咱看个例子 这个例子并不复杂 是个航空燃油泵 也就是给飞机供油的泵 说到泵 你很熟悉水泵 水泵有个关键参数 就是阳城 燃油泵也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参数 就是泵的效率 所以就拿AACFD和ANSAS的CFX 分别算了算流量确定的情况下 燃油泵的阳城和效率是多少 最后算出来的结果 不完全一样 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那作弊痕迹也太明显了 但是差别很小 阳城相差了7.5% 而效率只相差了2.6% 从仿真模拟的角度看 这个精度对于工程应用来说足够了 前面介绍了这个软件的优点 但是 我要说但是了 它的缺点 我也能比较明显的感觉到 第一个就是AACFD 建模以及前处理的能力 还有点弱 模型如果比较复杂 前处理可能还需要依赖其他软件 其实这一点 Fluent也一样 面对很复杂的模型 靠它自己去生成网格 也比较费劲 另外呢 就是AACFD 模型外观的显示精度 不那么高 比如网格模型 看着没有CFX或者Fluent精致 稍微有点粗糙 总之啊 我感觉这个软件 主要还是强在仿真计算 前处理和后处理相对弱一点 用它来和Anses这种全世界顶尖 并且大而全的仿真平台相比 还有差距 但是考虑国内工业软件的底子 以及现状 它们能做到这个程度 已经很厉害了 工业软件这种东西 它的进步是离不开用户的 只有你能用出来bug 用出来不满的地方 开发者他才能改进啊 这才是个良性循环 不然让各位程序员兄弟 在那自娱自乐搞内循环 那怎么行 你把头发全贡献了 他也使不上劲 哎呀 一不小心就说了这么长时间 介绍国产的好东西 不过瘾 总感觉时间过得快 最后 还是希望国产工业软件 这么开发 结结构啊 不一定非得碾压谁 打败谁 而是能让别人看到你的实力之后 就不再有勇气说出 卡脖子 这几个让人恶心的字 我是马卡耶夫 在下期见啊 我记得不过分别人 不算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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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